那怎么产生清单最简单 很简单嘛 你就把A栏这边 把它复制一下 那里面有重复的话 你不用管它 用什么呢 贴上之后 用一个方法 叫什么 资料里面有叫移除重复 有没有 然后呢 有没有标题 有标题 按确定 它就移除重复了 刚好一二三班 清单就有了 那以后如果你要分割了 通常就是会先什么 先把没有重复的清单 有没有 先建立 第二步的话 将来就跑个回圈嘛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四列 那做什么呢 就是建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它重新命名成这一个 有没有 然后再把资料倒进去 然后再换下一个 有没有 新增议工作表 然后重新命名 资料倒过去 三个步骤 那我大概演示给各位 一 你们如果要做的话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可能我们先不要这么急着全部 我们就先做批示新增工作表的动作 所以这个总共后面的话有四段程式码吧 那你们可以在云端上找到 第一段程式码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针对这三个建三个工作表就好了 有没有看 一二三出来了 但是特别注意哦 里面是空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按部就班好了 我的习惯就是 先做出来 然后再往下再走 再往下 不知道 你有时候程式太复杂 你可能会看头晕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什么 第二个按钮是 批示删除它 三的话特别注意哦 跟那个删除列差不多哦 你记得哦 不要从前面删过去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删掉这个的话 它本来顺序在二的话 有没有 删掉它 后面本来是三 又移到前面了 那变成二了 OK 所以哦 删除列哦 建议从后面删过来 所以删除列 删除工作表 跟这样 有没有 又删掉了 那再来是真的怎么样 分割工作表 分割工作表 其实也是大概原理 就是新增工作表之后 多一个步骤 就是把这里面是一般的 通通都抠到一般里面去 有没有 这边一般 抠过来了 有没有 就是一般的东西抠过来 二般 二般的东西抠过来 三般 三般的东西抠过来 然后最后移到前面 但是哦 这个方法 我是用刚刚的那个逻辑 就是一个一个去比对 然后呢 一个一个再抠过来 所以其实哦 这一段程式嘛 我是觉得太冗长 所以我改第四段 第四段这个是比较精简 用什么 用筛选 筛选里面有个方法 筛选 筛选这边不是 应该资料里面 各位用过筛选 那你可以什么 把那个里面的一般筛选出来 那再把这个范围 抠到一般去就好了 那这个动作 我印象中只有两行程式 两行程式就OK 第一个就筛选 给那个 我要筛选的条件 第二个是 用那个copy 刚刚有那个range range指的是 目前这个 目前的这个范围 我把它call过来就好了 其实就两行 两行程式就可以搞定哦 OK 那再来的话 我把这个筛选先取消就好了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筛选之后 有一个延伸性的问题 就刚刚同学刚好问到了 怎么样 按钮怎么样 变形了 所以一样 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按钮不想变形的话 可以这样 先按 先按 按按钮键 点它一下 然后按右键 在什么 除存的格式 里面把摘要资讯改成 大小位置不随 除存的改变 底下都要了 所以按按钮键 一个两个三个 这些全部都把它改 如果你 这个有改 大小不随 除存的改变的话 那你将来 在做筛选的时候 就不会变形了 不然的话 你会发现 不会变了 不然你可能会 造成那个 除存格变动的发生 第四个按钮 就是 如果我今天把它删 这个就是用筛选 那有什么差别 它会连上面标题 一起抠过来 抠过来 因为时间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就是 把这四个按钮的程式 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样我也不重写 不然这个可能要花满 啊